我們都不建議有藥物假期 因為ADHD的症狀不單單是上學才有 放假,例如過度活躍或衝動的行為 都會繼續有 所以吃著藥的控制效果會比較穩定 藥效也比較好 放長假期有很多大家相處的時間 所以通常摩擦會比較多 比起平時他們上班、上學的時間 所以放長假期,例如去旅行 可能他們有時自己擅自不吃藥 可能他們會比較衝動 或者情緒比較失控 有時都會令到大家不開心 甚至可能小朋友去冬冬冬 他們又覺得不用吃藥 沒有吃到藥 可能連冬冬冬裡面的規矩都跟不上 可能有時會提早離開 完成了個夏天燈回家 都有見過的 有些患者告訴我們 我們聽 我們覺得長假期 家長趁放假這段時間 好好跟小朋友相處 因為之前考試或要做功課 其實都有很多拉鍵 或者關係都交得很僵 長假期就是好好修補親子關係的時間 所以就給予多一點點 我們叫做質素時間 不要說只是拿著手機去對著小朋友 真的很全心全意地對著小朋友 而且如果真的小朋友不聽話 或者怎樣 儘量避免 家長也避免自己有很多負面的情緒 就先冷靜自己 然後再去處理小朋友的問題 再看看究竟因甚麼事發脾氣 或者怎樣將來可以避免 大家冷靜去面對 親子活動我們都想多元化一點點 當然不要規範電子產品 當然很難避免 但多元化說 有些戶外活動 有些是大家共同的興趣 其實都是想大家親子關係好一點 還有有時候可以選一些 例如訓練耐性 合作性的遊戲 例如玩一些 board game 都很簡單 令到他們可以有耐性去等待 即take turns 其實都很好 在假期上都可以進行